如果知识必须符合对象 我们就必须说明 对象及其属性如何挪到我头脑中来 我们的话说就是那个物质的东西 和你完全不同的一个物质的东西 怎么能够进入到你意识中里来 这是说不清楚 退一步讲 我们承认 这个物这个对象事物及其属性 能够挪到意识中来 但你怎么解释知识的那个先天性 那个符合必然性 因为你要知识必须符合对象的意思是什么 先有对象 然后你对对象有的经验 它一样还是建在感觉经验基础之上 那个普通必然性你是看不到的 所以康德经过很长一段思考 不发奇想 他说我们能不能像哥白尼那样 做一个倒转 你哥白尼是在地心说 无法解释很多现象的情况下 提出一个假说 不是太阳围绕地球转 而是地球围绕太阳转 我们是一向强调的是知识必须符合对象 我们解决不了问题 那么我们能不能模仿哥白尼 我们也把知识和对象的关系作为一个颠倒 恰恰这样一个颠倒 康德就我们把它叫做哥白尼式的倒转 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知识必须符合对象 而是对象必须符合认识主体的先天认识形式 当然我们说这个颠倒并不那么对应 你说地球和太阳的关系 知识和对象的关系 不是知识符合对象 而对象符合知识 这也说不通 不是这个意思 康德的意思是什么 康德的意思是说 一方面我像经验论的原则是对的 一切知识必须建立在感觉经验基础之上 但是光有经验不够 我们的心灵不是像洛克说的那样一张白纸 我们的认识主体本身既有一套认识形式和结构 这套认识形式和结构 独立于经验 同时构成经验的先决条件 我们都是通过这套认识形式认识这个世界 不恰当地讲 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凡是有理性的东西 都有同样的认识形式和结构 那么当你用这套认识形式和结构 处理感觉经验材料的时候 你会得出 一定会得出这同样的结构 因为你是用同样的一套形式和结构 加工整理 感觉材料 那么这套认识形式就赋予了 杂多表象的这样一些混乱的感觉经验 以有序的规则 知识就其来源来说 从经验来源来说 它是后天的 它有了经验内容 但就它是主体对认识形式 对它加工整理来说 它又是先天的 也就是说 科学知识的这个普遍必然性 从哪来 不是事物本身给我们的 经验中也不可能得到 而是我们认识主体认识形式的结论 那我们学过康德 康德的结论就是 知性为自然立法 知性为自然立法 当然知性为自然立法 这里所说的这个自然 不是自然本身 一切可能经验的总和 你要认识事物 要通过经验 那么经验就要 要按照我们主体之中 这个连接杂多表象 这些形式来进行 那来进行 那么 这个 这就导致了 这样一个结果 这样一个结果 就是一方面 康德说 按照我这种方式 我们也称之为先天论的方式 我们的确可以说明 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 那这种普遍必然性 不是从物质体来的 不是从感觉经验中获得的 而是我们主体赋予感觉材料的 因为我们都具有同样的认识结构 我们按照同样的结构 也就是按照同样的规则 去认识这个世界 但是这样一来 就意味着我们只知道 我们通过认识形式 所认识的东西 而事物本身是什么样子 我们不知道 所以事物对我们 就划分成了两个方面 一个事物对我们的显像 appearance 这个assignment 是吧 而另外一方面就是事物本身 ding and things 叫things in themselves 物质体 自在之物 自在之物 这就是所谓康德的不可知论 就在这了 现象 当然我们说 这个后面我们如果有时间讲到的话 这个概念 有时候把它翻译成现象和物质体 尤其过去老的译本 其实在康德那儿有一个区别 在这儿 康德用的是 appearance 后面那个现象这个词 康德是用和本体相对 叫phenomena 和nomina 就是本体和现象 而有区别 这个后面我们再去讲它 现在我们只是讲的是 我们要想认识事物 那么就一定要通过我们的认识形式 要通过你的认识形式 你能看到的 只是你能看到的东西 而事物本身 在你没看到它那时候是什么样子 我永远不知道 其实康德并没有隔绝说 那它就完全不一样 不是我不知道 而事物本身什么样子 也许和我们看到的是一样 但我没法证明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只能证明的是 我们所看到的东西 我们所看到的东西 在这里边我想听大家注意 这绝不是说 这个世界分成两个世界了 对我们来说是这样 这个世界本身还是一个世界 只是因为和我们相关 有事物对我的表现这一部分 事物本身什么样子 其实事物这个世界 如果没有我们 就是一个世界 因为和我们相关 需要从人的角度看世界 你所看到的是人的世界 而康德这一点 其实就意识到了 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 论证了人的有限性 人你都是站在人的角度 你不要把自己看作是 就是宇宙的这个角度 人在康德之前 往往会出现的一个 很大的问题就是 他以为我就是自然的标准 我以为我看到的世界 就是世界本身的样子 来自康德强调人的有限性 康德强调人的有限性 而强调人的有限性 这一点 康德是有目的的 康德是有目的的 康德的目的其实是要 给理性的另一种能力 实践理性 给自由 在某种意义上 也是给行人上学留一条出路 留一条出路 因为你看一看 就是说 事物如果分成两个方面 我们只能认识事物 对我们的表现 而不能认识事物自身 就看起来是个消极的结果 不可知论 但是康德说 你换一个角度来看 恰恰因为 有我们不可知的 这个东西存在 也就意味着 自由是有其可能性 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想一想 我们的感觉经验 我们就是生存在 感觉经验之中 或者说 你的认识就是在感觉经验 而在感觉经验之外 有一个东西 引起了感觉经验 但是那东西 我不知道什么 在这个认识范围之内 经验和经验之间的关系 你可以用因果链条去说明 一个表象 引起另一个表象 但是最终一定有一个 非表象的原因 是作为一个原因的 你康德为什么强调 必须有物自体 要不然的话 你的感觉经验从哪来 我们一定要有 获得知识的材料和信息 你要没有一个东西的存在 你就没有这个 入口 你知识也没可能 但是正因为如此 我们可以假设 物自体就作为我们所有杂多表象 感觉经验的原因 而用不着再给它找原因 在我们的认识范围之内 它是感觉经验 这些感觉经验 是由一个非经验的东西 引起的 那个东西就可以看作是 作为原因的东西 你在经验范围之内 一个原因总有其原因 是吧 一个结果总有其原因 它是一个必然的关系 但是你在这个 整个经验的链条之外 你要假设一个物自体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自由因 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啊 就像牛顿的那个第一推动是一样的 对吧 牛顿讲第一推动 说他从力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个宇宙 一个事物的存在 也就是说 静者横静 动者横动 一个物体如果不被推动 它就不会运动 那么如果你从这个角度 把这个宇宙看作是一个运动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一个整体的话 一定要追溯到有一个不动的动辄 给这个宇宙第一动力 这个宇宙才运转起来 那个就是自由因 对吧 当然牛顿称他为上帝 牛顿称他为上帝 我们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 就类似我们经验到的这个东西 这个领域里面全是负责这个因果链条的 但是毕竟你得有一个外边的东西引起它 那个东西我们不会再给它找原因的 它就是自由因 就是它引起我们的感觉经验 它自身不需要再假设原因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感觉经验 必须已存在着不可知的物质体为前提 你必须假设 不假设你的认识无从开始 你的感觉经验总是被动的接受 你不从开始 那么这样一个物质体却不在经验之中 我们把它想象为一个自由因 在逻辑上是没问题 如果你说你能够认识物质体 你是有逻辑上的错误 因为你毕竟要通过人的角度看世界 你怎么可能认识事物本就怎么样 但你假设我们不可知的一个物质体一定要存在 不存在我们的经验无法开始 感觉无法开始 这完全是逻辑上是合乎逻辑 也就是说 虽然不可知 但我们思想一个这样一个原因 理论上去思想这个原因 在逻辑上是不矛盾的 也就意味着自由是有其可能性 既然自由有其可能性 那么康德就讲了 我们另一种理性能力 康德把人的理性啊 分成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 对吧 而理论理性认识能力 那么我们在理论这个认识能力之外 在理论理性之外 另一种理性的功能 实践理性就有了用武之地 因为在康德那理解的实践 就是从道德意义上 伦理学意义上的意义上 不像后来我们理解的 就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这样一种 实践活动 康德这个实践就是道德 论语道德行为 道德行为 那么既然如此 我们说 我们就会发现 看起来是不可知论的一个消极的结果 就有了积极意义 有了积极意义 它让我们的理 因为实践理性 作为我们说道德 伦理学 是必须以自由为前提 必须以自由为前提 因为我的行为 一定是能够在不同的可能性做抉择 由最极端的来讲 有恶的有善的 那么我选择了善的 而没有选择恶的 所以我的行为可以评价为一个道德行为 假设我没得抉择 我一切都是必然性决定的 那我就不是自主行为的主体 我就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你也就用不着用道德不道德去来衡量 也就是说你论理学一定以自由为前提 一定以自由为前提 所以康德说 你看我们这不可知论 虽然不可知论是一个消极结果 但是我给自由留有余地 也就给实践理性留有余地 有其可能性 那么进一步讲 也就给行而上学留有余地 为什么 我们前面讲 行而上学是什么 是人类理性不满足于自身有限性 试图通达自由境界的理想 以往的行而上学 试图让行而上学成为科学 哲学家们让行而上学成为科学 在康德看来 那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你越让他成为科学 他离你的目标越远 因为你要让他成为科学 你就意味着要让他变成必然性 可你要知道 行而上学是要追求的是自由 追求的是自由 所以康德用他的这样一个不可知论和二元论 导致这样一个结果 不仅仅要证明科学知识的普遍变远性 我还要给自由 给道德 给行而上学留一条处理 留一条处理 康德讲说 你一切要把它变成科学 你要不限制 要一切都成为科学 你就有可能导致什么 就让对人最有价值的东西 就毁灭掉 也就是说 所谓永恒的东西 无限的东西 无条件的东西 都不可能存在 你这个认识的领域 科学的领域 这永远是有条件的领域 永远是决定论的领域 永远是决定论的领域 这个所以我们说 你看到说我这个 我们想这个 就是把事物分成物质体 和事物对我们的表现 两个方面 相对我们来说 其实这个很重要一点 就是你要坚持 我们认识的就是事物本身 在你通过康德思想分析 它会导致三个严重的分析 第一就是我们没办法证明 科学知识的普遍变远性 你非要说你认识的是物质体 那么物要存在 物对你有经验 然后你建立在经验基础上 你无法说明 其次就是 你就忽略了人的有限性 你盲目的把人类的立场 就当作了宇宙的立场 自然的立场 而最严重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你会让那无条件的东西 无利己之 也就是说对人类理性来说 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东西 而那个无条件的东西 那没有存身之地 相反 我这种方式 既可以证明科学知识的普遍变远性 也可以保留 给自由保留一片天地 给伦理学道德保留天地 给行政上学留一片天地 所以我们说 这个 康德强调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 强调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 康德的戈白尼革命应该是包含两方面的理性 是吧 他颠倒知识和对象的关系 从认识主体的先天认识形式的角度 来证明了科学知识的普遍变远性 但是也以不可知论为代价 给自由 给道德 给行政上学 留了一条处理 留了一条处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们有时候评价康德 因为我们过去评价康德 或者评价任何一个哲学家 我们都要给他定性 他是唯心主义的 还是唯物主义的 等等等等 给康德定性 二元论和不可知论 我们过去批评康德 有时候说 康德陷入了二元论 陷入了不可知论 其实这说法很成问题 康德绝不是陷入了二元论和不可知论 好像他不留神 就是好像他无可奈何 走到这一步了 不是 康德是非常自觉的二元论和不可知论 他的出发点就是这个 你没有这个二元论 就没有康德哲学 康德恰恰作为他的出发点 你看他最整体来说 我们说就是康德这句话 我不得不限制知识 以便为信念留地盘 就是限制知识 我们说在康德来说 为什么我们讲 这个二元论不可知论 不是康德的一个不留神 陷入的一个陷阱 而是泥潭 而是康德一个直接的出发点 康德强调 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 甚至康德在这个纯粹的理性批判里边 基本上不用人 一讲人类理性 讲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 作为有限的存在 人与这个宇宙中的其他任何东西 一样受自然法则限制 这个领域 必然的领域 人没有自由 但人又是有理性的存在 你又从属于理性这个世界 这些人是有限的理性批判里边